最近有一部新剧,是人民的名义,那一版副题材的,剧名是国家行动,听着这个名字,就应该是一部很值得看的电视剧,最重要的是还是有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会四等拍摄的, 小小就觉得不管是内容上还是演员上都是比较震撼的,也是给现在正在往这条腐败路线行走的人的个警示,下面就跟大家简单讲述一个剧情,国家行动导演,高群叔,主演,黄志忠,张义,和平等人,该去一次串流汗到暗卫故事原型,讲述了反腐斗争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典型案例的故事, 有一次,黄阳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10大案,是以流汤为首的涉黑团伙,已经四年了,案件也还没有侦破,当时的贺颜林黄志忠氏,带领侦破组清傅兵将秘密侦查, 却查出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案件慢慢浮出水面,牵出的人也告贺颜林等人非常震惊,为了不打草惊蛇,贺颜林只得先请报上级, 跟上级汇报案情的严重性,上级中央领导以公安部领导问的严厉打击黏羊黑设立指示政法机关必须全力以赴,排除一切主力,打掉这个涉黑团伙, 这个坚决的任务还是交给了贺颜林来完成,这一路上,以流汤为首的涉黑团伙,怎么能让贺颜林等人这么轻易查到罪证? 为了阻止贺颜林等人查案,并将是公安局副局长徐旺东,张一世,已经被流汤拉下了水,一直把第一手信息传给流汤,所以贺颜林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和打击, 但是在正义面前,在国家利益面前,随时为国家牺牲一切的精神,让贺颜林等人跟涉黑团伙斗志斗勇, 针锋相对,不具牺牲的情况下,终于将黑社会势力一网打净,天网恢恢,疏而不读,这部剧现在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工作,现在已经进入后期的制作中,相信不久的将来,会马上会与大家见面, 感谢!